在刚刚过去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碧火了 其中这枚限量发售仅2000枚 重150克的面值2000元原型精致精致纪念碧 以及限量发售5000枚 重达1公斤的300元面值原型银制纪念碧 在发售之初就被预定一空 今日记者见到了纪念碧设计师 听他揭秘纪念碧背后的设计故事 我这个设计就用一种团花图案 团花图案就是说团结一心的象征一心 百合象征和谐和平 石榴就象征我们这个56个民族 就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这种象征 那么这个还有这个象征繁荣 那么这些都是相辅相承 只有和谐团结才能繁荣 画面中的人名叫吴冠英 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 2019年5月他接到一个特别的邀请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设计一套寓意民族童心 补天欢庆的纪念碧 此前吴冠英曾多次担任纪念碧专家评审组的成员 但承接纪念碧的设计还是头一次 接到任务后 吴冠英围绕民族大团结主题 领选文化元素 不久一套设计方案就面世了 六名身着维吾尔族 壮族 蒙古族 回族 汉族 藏族等民族服装的孩子 在中国节 蝴蝶 绸带等56个喜庆元素构成的爱心图案下 欢歌唱舞 象征着56个民族同贺国庆 于是吴冠英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 这次他选择了更为抽象的图像 以石榴 百合 牡丹 三种象征团结 和谐 繁荣的鲜花 组成一个新型团花图形 是以蝉织纹结构的飘带 新型上方的中国节 表达了民族团结同心 普天欢送国庆的美好寓意 先有一个骨架 这个骨架就是用新型来构成的 这里有一个石榴 然后这两边是一个牡丹 是吧 百合 整个要符合这个圆形 围绕这个 这个圆形有56朵 石榴花 2000元的面子还要流出来 那么同时还要放出这个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这个文字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都是在设计里边必须要考虑的元素 吴冠英今年64岁 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此外北京残奥会吉祥物福牛乐乐 中国东盟博览会吉祥物和和等都出自他手 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到世界新世纪的这种 这个70年我们几乎都能见证过了 然后从我个人来说 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种设计的创作 也见证了这个我们国家70年发展的迅速的变化 你只有国力到了这个程度 你才能承担更多的世界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吴冠英说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作品 继续记录和见证祖国的发展